诈骗案件的猖獗 以及给我们社会带来重大的威胁 如何不成为下一个诈骗案的受害者 你一定要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加入那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投资网研 所以上面的数据都是假 局长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 它会让你加入一个APP 或是这个群组里面 它确实看到 我操作的 这个在赚钱 钱一直进来 那它会觉得说 哇 好多钱 但是呢 我要讲说你要等到你出金 说我要拿出来 拿不出来 被害人 他就是因为业绩不好 那他又不想要做诈骗 他就想要逃跑 那他想要逃跑之后就被抓到了 一堆人围着他压在地上 压在地上之后就拿那个 类似强酸的东西 直接在他的背部这样交零 我在学校然后接到爸爸的电话 他就说他就是贿了三万块给我 然后让我可以活到今年的九月 然后之后在逼问之下 他才就是慢慢讲出来 被掏空了多少钱 个人积蓄的话是一千两百万 他因为躲在键盘后面 他也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影响 他不管你 他就是把你把风 把你的情统变了 能变多少是多少 他一点迷你心都没有 如果揭露了这边 他们诈骗集团 到底是怎么样控制这些人 叫他们去做这些 这么恶劣的诈骗行为 那只要越来越少人不愿意投入 或不想投入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机会让他们这一端的被害人可以减少呢 你们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 肯定是有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是把家里的房子卖掉 然后去还钱 你恨不恨哪些人 风趣的人物 认真的故事 都在大鱼食堂 欢迎来到大鱼食堂 这一集跟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都是非常关系重大的 反诈骗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而反诈骗也成为全民的一个共同的期待 因为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 针对反诈骗的工作 最主要的行动 我们都看到的是谁 然后行动之中 我们又看到媒体如何来加强这方面的报道 当然受害者他们是谁 受害者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分享 让你学到他们的经验 还有其中的教训 今天我们提到了周又伟 我们行政警察局的州局长 来到我们节目 还有林传媒 我们的总编辑 我们的赖总编辑 还有我们林小姐 林小姐的家人 也发生的诈骗案件 成为一个受害者 林传媒很特别 林小姐他们在今年四到五月间 特别派了好几组记者到东南亚地区 去看这些诈骗案件 这些犯罪集团 他们所活跃的地点 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分享 首先局长 让我先把我们节目中 今天当然我们有一些食物 但有一个是不能吃的 我知道 暂时不能吃 这个是个什么 那这是一个就是 反诈骗的一个红豆饼 是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 有一家厂商 那他就是专门做这个红豆饼 你可以看到 这边叫做小心有诈 这是跟你讲诈骗很多 所以希望台湾民众 每人人手一个吧 不过我觉得局长 相对的可以呈现的 就是诈骗这个事情 让民众如何的文质色变 对不对 你那么简单的先告诉我们 反诈骗的工作到现在 我看现在到检警 金融通讯媒体都在一起 到底现在的成效是怎么样 你能告诉我们 我就是跟各位观众 跟主持人报告一下 最重要就是 因为我们有四个面向 第一个叫试诈 认识这个诈骗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叫做 主诈 主旨 主旨诈骗 然后再来就是赌 就是赌起来的赌 主诈 再来就是承诈 那这四个面向刚好都是 我们跟相应的单位有来配合 比如说我们讲的是 赌诈的这个部分 就是跟NCC有关系 跟电信业者 跟一些网路平台业者都有关系 然后在这个 赌诈的部分 就是跟金管会有关系 因为金管会他对这个金融的管理啦 或者是将来有这种 避伤的管理 这是金管会在处理 那我们自己的部分就是 陈跟陈诈是打 就是装备在装 对 然后那个在四诈就是宣导 你不要被骗 然后跟银行 也有一些部分的配合 银行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警示账户 你要投进去这个钱 可能会血本无归 那警察也会跟他配合 跟我们那个银行的人员配合 总体来看 这个四方面多管齐下 看到的成果怎么样 成果现在目前来讲 因为我们有一个统计 是我们的金额在下降 但是诈骗的案件 它可能还是一个数据 去年我们看到的数字 台湾一年光是被报案 所看到的诈骗金额 超过了70亿 相当庞大 是 您看到的时候 意思说这个金额 有在下降当中 就是最近 因为我们打炸1.5版的时候 这个是已经从6月开始执行 到现在 它大概7月8月 它都有下降 我们还看到一个可许的现象 就是现在几乎境外电话 我看到都有跟通讯单位 结合起来 都有一个提醒 有阻断的 就是境外的这种诈骗电话 一旦察觉之后 据说这个数量 减低的九成以上 这个大概是降低蛮多的 七成以上 因为这种东西是 而且以前是拦下来 现在如果拦没有拦下来的 他会跟你讲说 这是境外电话 他语音会有清养 有一个语音提醒 在所有的语音提醒里面 就是境外电话 所以总而言之 反诈骗在进行 但是犯罪集团的做法 也在寓意翻新 是他们也是 这是一个 好 您现在既然今天来了 我们当然不能够 我只能让您这个 来一方只是分享 最重要的 现在警方打击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假投资 假投资 所以这个汪汪的过程中间 受害人 您分析 他们最主要的心理弱点 为什么会上这种道 因为第一个呢 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他们想要 就是很快速时间来赚钱 然后他们自己可能都是有一些 对这个金融的知识哦 因为他看了这些 他也看很多资料嘛 所以他才会被调到 他看很多资料的时候 被诈骗集团就投给你 他是财经名人 然后是或者是什么 股票专家 他就会跟你讲 那你看到这很有 真的是很有专业啊 那你就会投入 都会这样子 所以局长你说 现在的目前打击的重点 就是这个投资型的 诈骗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衍生蛮多的 您这个也有个表 他的告诉我们什么 他这个表就告诉你说 从一年 今年的一到六月 最高发就是假投资诈骗 那这来才是这个 网路的购物诈骗 那这个部分 我们都还算是在控制 因为这金融不多 假投资才是最多的 假投资的是算最多 然后解除分析付款 但是这个已经在下降中 因为现在呢 很多银行 他就有很多措施 他就是跟你讲说 你ATM 他也会做了一个 这些反制作为 你如果把萤幕 改成那个英文的 你马上就会被知道 所以我们过去 席支的那些诈骗的 过去的老的手法 是是是 购物诈骗 对 或者透过交友 什么方式诈骗 那些数目 由于电话方式 以及民众警觉的提高 对 他们已经在减少当中 这个都变减少了 这些案件 知难破 知难防堵 之所以研发性高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把那个 整个集团分工得很细 嗯 他第一个 他这个机房都在境外 他这个境外 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 你就是追到他了 你也不知道他 他那个在哪一国 因为他有这个VPN 这个虚拟的网络 你这样他进来 他可能追来 跳了好几千 才跑到你这边来 这是其中一个 再来就是说 他再把它分成第二个集团 比如说他是收钱的 我今天看看你 你不会玩虚拟账户吧 不会通货 那没心我教你玩 那你就钱拿给我 你不要经过银行 经过银行很麻烦的 你拿来我一个支票 或一个收据给你 然后你这个钱拿来 我就帮你操作 这个虚拟货币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有获利 确实有获利啊 那这是 那最后这个钱 会流到一个水房 这些收钱的人 那个就是一个水房 那第三个就是说 那些人有一些叫车手的 就是这我来拿 我来拿钱的这些人 这些人是我们经常 就会扩大一层 又一层一层又一层 一抓可以抓三四十个 那些人 但是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也不是那么容易 被警察抓到的 警察要发多功夫 一层一层追才追得到 那所以说他们有专业分工 他们还有很多人才 比如说他会有一些 金融专业人才 教你说这个钱怎么洗 他甚至要去受训 去考试拿证照 那这个 那再来就是有这些科技的 专业人才 比如他设计的网页很漂亮 你看起来就是真的 那你看完以后 他突然就会跳出一个网站 就叫你加入这个APP 或叫你加入这个LINE的群组 你加进去以后 哇这里面的人都非常友善 告诉你 我在这个群组里面赚多少钱啊 然后这样 你要相信我们都赚钱的 所以这些人才 他涉及到多少国家 他有多少人 那这个目前来讲 因为我们查到 我就我查到来讲的 在欧洲的话就是 有这个土耳其 有黑山共和国 那现在最近听到的是 有乔治亚嘛 在欧洲部分 那其他很多都是在东南亚 所以您刚告诉我们几个 所谓诈骗 这个投资诈骗案件 之所以南方 牵涉到庞大的组织型的犯罪 第二个他们用虚拟货币 逃避金融机构 第三个你不得不承认 他们人才在不断犯行 好这个问题很大了 我们最近请到两位 林传媒他们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庞大 你们在今年4到5月 派了记者去 去了东南亚的四个地方 柬埔寨 泰国 缅北 对 这些地区 告诉我们刚刚局长所讲的 是不是刚好 在你们的报道中印证 是的 刚刚局长讲了很多 他的四个防炸的方法 那其实我们的 去报道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从源头 去了解这个诈骗集团 到底在玩什么东西 那因为台湾呢 过去就是打炸打得很凶 所以其实诈骗集团的机房 他们主要的源头机房 在台湾已经都生存不下去了 所以其实这几年都已经陆续迁移到 刚刚局长也有讲 欧洲国家 那最多的就是东南亚 那所以我们这次选择的 就是去东南亚的国家 那我们去东南亚国家 主要也是因为 4 5月的时候 有一个禁营女大生 就是一个大学生 聪聪明明的也是知识分子 结果她竟然就投身了诈骗集团 然后进去园区工作 这个事情就让我们很好奇 到底这个诈骗集团 他们为什么话术这么高明 还是手段这么高明 怎么连大学生都去了 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个 他们他的棉北 棉北所在地 他在郭干老街那边 所以我看到你们去看了 这个记者看到当地 叫做园区了 不是我们讲的科技园区 其实就是一栋一栋楼 他们自己围在一个 自己的一个区域里面 那你们全是犯罪团体 对他们其实就是像房东 我这整个社区这个房东是我的 但是我会租给很多不同的公司 那他们这个诈骗集团 他们就叫园区 他的主谋者是台湾人吗 还是别的地方 刚开始其实当地的人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台湾人带过去的 多数都是台湾人 但是因为中国人很爱学我们 所以现在有一些地方的 这个诈骗园区的老板都是中国人 你们记者去了之后 你们特别还出了这本书 把你们综合的所得 看到了你们最大的 给台湾的民众要告诉他们什么 加入那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投资网页 所以上面的数据都是假的 局长帮我们说明一下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 他会让你加入一个APP 或是这个群组里面 他确实看到 我操作的 都有在赚钱 钱一直进来 那他觉得说 哇 好多钱 但是呢 我们要讲的说 你要等到你出金 所以我要拿出来 拿不出来 被害人 他就是因为业绩不好 那他又不想要做诈骗 他就想要逃跑 那他想要逃跑之后就被抓到了 一堆人围着他压在地上 压在地上之后就拿那个 类似强酸的东西 直接在他的背部这样交零 然后那个影片就可以看到 那个背都在冒烟 你们特别还出了这本书 把你们综合的所得 看到了你们最大的给台湾的民众 要告诉他们什么 其实就是台湾民众除了我们被骗之外 我们觉得应该是要从这个要打炸 可能就是要从源头做起 因为这两年都有新闻在讲说 很多年轻人都想要进去这个诈骗集团 诈骗员区工作 然后到海外 因为他们都用高薪诱惑人 所以去年警方不是有在桃园机场举牌吗 提醒大家说柬埔寨这个工作 海外高薪工作风险很多 所以我们在想说 如果你从源头我们去揭发 这个诈骗园区里面的实际样貌 让国人知道说 其实你以为的高薪工作背后 可能是你只要业绩不好 你就是会被体发 被虐待甚至关紧币 然后还有先前讲的这个活摘器官是真的有的 活摘器官那你如果卖不好 你如果业绩不好的话 我这个园区我就不要你了 我就把你卖到别的园区 那每个园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 有的园区就是专门打人的 那有的园区就是 他们每个人的体发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会被转卖再转卖 甚至最后卖不到钱了 我就直接把你摘器官 我卖你器官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本书呢 揭露园区里面的真实的丑陋面貌 那让国人知道说 你想要赚快钱的背后的代价是这个东西 那如果大家都放弃了 就是知道这个园区的实际状况之后 越来越少的人投入这个行业 那或许从源头就切断之后 这个诈骗案件可能就会少一点 记录到的最惨的故事是什么呀 我们在出发到那边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有跟海外的这个救援团体 救援组织合作 那他们那边其实有接收到很多的 在里面的被害人的求救的影片 然后或者是远区要勒索的影片 那他们提供的影片里面 其实我有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 那个还蛮可怕的 那个人呢被害人 他就是因为业绩不好 那他又不想要做诈骗 他就想要逃跑 那他想要逃跑之后就被抓到了 他要报警要逃跑就被抓到 抓到之后就被狂殴 殴打之后呢一个男生就被压在地上 一堆人围着他压在地上 压在地上之后就拿那个类似 就是抢栓的东西 直接在他的背部这样交零 然后那个影片就可以看到 那个背啊都在冒烟 那我们本来以为这样就已经很可怕了 他最后是拿类是那种钢刷 还是那种洗衣刷的东西 就刷他的背 就临虐嘛 对那个看完我真的是毛骨悚啊 所以我们在做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只要看到那个影片 我就赶快切掉了 我就看不下去了 但是这些年轻人 基本上也都是受到当初 所谓高薪的诱因去的 对很多人其实可能知道 但很多人其实是懵懂 他只知道去海外工作 他们都会以为说海外就是 去博弈特区嘛 去赌场当发牌员啊 或者是核官之类的 就很少人是清楚知道 是要进去诈骗远区里面 做这个诈骗工作 我们现在谈的大概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等一下我们听林小姐的故事 也希望观众从故事中 你要告诉我们 对于这些所谓的投资型诈骗 作为一个民众 他要有哪些的警觉 哪些的识别 另外一个范围就是源头的问题 刚刚我们听到的总编辑 告诉我们这些源头 对于源头这些警方 现在有哪些作为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当在去年啊 这个等于是缅北这个 柬埔寨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警察是花了很多力量 因为我们开始是预防 希望你不要被骗 然后再来就是拦阻在机场 拦阻你你已经被骗到这边来 我跟你讲你不要去 第三个我们就救援 事实上我们救援的部分 后来是做了很多了 然后最后是救办 那在这个救援的部分 我们大概从那一段时间来 救了四五百人回来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跟美国的 这个等于是HSI 他们的国土安全调查署 那这一次我们有一个 这个警察的合作论坛 那这个当时的这个局长 现在是在洛杉矶的局的局长 这个AD Wong他有来 他当天很感谢警察 在那个状况里面 因为那里面也有美国人 那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 警方他扮演的角色 还是有很多紧急的救援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当时做的 所以台湾人现在像过去 那个在那个所谓当地的犯罪园区 从事犯罪行为的来讲 人数是在下降 下降 因为他们组织型的犯罪方法又翻新了 固定的固定那些人 因为他们班底嘛 他们原来就是那些人 他们本来就很熟练 是但是人不够 他才要再争人 而且人不够有些是因为 大陆那边不给他们过去 他才从台湾再吸收人 要不然台湾人比较 应该水准上 他们比较聪明 不大容易被骗 所以你们现在在当地 还有没有在进行一些 陆续的打击行动 我们的住外联络官还有 我们住外联络官就是 越南的住外联络官 泰国联络官都还有 都还在那里都会 那时候我们是有派临时的 这个警察联络官 他跑到那边去帮忙 刚刚局长讲的那个 我们有派出海外的 那个警官在那里 其实是真的有发挥作用 因为我们先前 有访谈的一些被害人 那有些被害人 就其中有一两个被害人 就跟我们讲说 他们在那边呢 的确就是有报警 然后那边的警官 虽然官方立场 他们使不上例 但是他就有提供他说 如果你逃出来之后 你可以怎么样的路线 逃亡路线你可以怎么走 那你最近的安全物在哪里 你只要到了这个安全物 我就有办法把你救回来 那所以真的就有被害人 是因为听了警官这个话 一逃出来之后 他就叫了嘟嘟车 然后照警官的指示 就到了那个安全物 然后饭店就庇护 他才回来 你们这本书出来之后 你们又觉得有没有 在社会上也引起 一些警觉的提高这个作用 会有的啦 因为我们刚开始 要做这个报导的时候 我也不懂为什么会叫园区 然后进去之后呢 才发现说 原来园区的状况 诈骗集团里面是这样子玩的 然后有些东西其实都是 在我们先前我们都只知道 因为诈骗 诈骗集团跟诈骗新闻 在台湾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多到 大家已经有点 只要新闻做这个 大家都有点能感了 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才让我进一步深层的 去了解说 原来他们都是怎么样运作的 对啊 所以他们把你的 先弄去衣服 好像真的是一个 正常工作的生活 其实完全是个 凌略的世界 我们这边有个林小姐 林小姐本身 你现在是学生吧 对我还是大学生 OK 但是你的家人 成为了这个 投资型诈骗的一个受害者 是您的父亲吧 是 父亲是怎么情况之下 被这些集团看上的 一开始他是在 YouTube上面浏览影片 然后看到 诈骗集团在YouTube上面 投放的 假名人投资的广告 那他点进去之后 加入了 一个大的群组 那群组里面一开始是有 投资老师 然后教导他们就是 要买哪支股票 就是用报名牌那种方式 然后让我的父亲 还有初步获利 后续让父亲就是 又分次的加入了一个小群组里面 然后在那个美女助教的就是 虚寒问暖下就是他有开始掌握到 所以他原来的民事又换成美女了 对 一步一步 所以他其实对父亲身份了解之后 他开始换不同的联系人了 是 当然背后很可能都是同一个人 可能同一个人的 所以他们跟你父亲联络 都是透过社群跟网络吗 全部都是用Line的软体 几乎没有任何真人跟他联络 都是文字 好到这边我们先问一下局长 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手法吗 是 他们是就是在网络上 或者在社群里面 我刚刚就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越喜欢投资的人 他就会丢这个资料给你 他就是有 刚刚有讲的很精准的 这广告投放 他怎么知道这些资料 他是演算法 所以他们有非法性取得的资料 知道吗 像现在是这些网络的平台业者 他本来就知道 你喜欢看这东西 他就问你这东西 嗯 所以他就会一直看 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 哎你有说这个财经名人被冒用的名字 我说我没有看到 但是他们 喜欢看的人 他就一直喂给你看 一直看 当你哪一天你点进去 他就跟你讲 这个line很简单 就点进去 所以说目前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投资讯息 有真有假 哎 大部分 如果是名人的 大部分都是假的 所以你现在告诉我们 嗯 以他父亲的这个例子 现在网络上我们看到任何投资的讯息 或要求人家 最好 到底信还是不要信 嗯 因为那东西的话 你最好 因为我们现在有实体的店面 跟那个投资的方法 跟管道 嗯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东西 那那个他的父亲加入之后 他们开始去用 不同的甚至包括美女来了 是是是 这也是个典型手法吗 这个也是 这个有可能就是用 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就是讲爱情 他本来不是真的爱情 但是后来慢慢的变成 产生给你一些暧昧的感觉 认为说我跟你好像这个美女对我特别好 续寒问暖 对 他所以他就会在这一个都 这个在这个阶段会被套牢 因为他会思考力 这个阶段民众有没有什么可以有警觉的信号 你可以发觉 而且提高 这个这个部分可能因为他要觉醒很难 他觉醒期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那就等靠警察 因为警察知道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有投入钱 但可能有其他被害人已经报案了 你还不知道 那警察就会从已经报案的这些人去查找资料 哎 有你 我们马上会通知银行 跟我们自己警察去跟他讲 这个不要太投入 所以我们跟银行姐讨论到这个阶段为止 就是第一个 你觉得告诉我们在网路上 这些所谓的投资 是 最好别信 是 第二个 如果一旦他交往开始进行了 是 时间拉长 最好打165 对 然后接下来呢 加入了那个小的美女助教的赖群组之后 就开始会有一些频繁的上课 那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就是说他们有综合交易平台 然后有阻力他们会有庞大的资金 然后可以获得一些内线交易的情报 然后让大家可以快速赚钱这样 那父亲也信了 嗯对 你有没有赚到一点钱 只有在一开始他在报就是报名牌那个阶段有赚到钱 那后面的部分就是已经是 加入那个诈骗集团提供的投资网页 所以上面的数据都是假的 局长帮我们说明一下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 就是类似也是一样的 因为刚刚我提了这是假投资的一个手法 他会让你加入一个APP 或是这个群组里面他确实看到 我操作的都有在赚钱钱一直进来 那他觉得说哇好多钱 那他又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赚很赚 然后其他这个群组里面的又跟你讲说 我也赚了 大家就越来越好 但是呢我们要讲的说你要等到你出金 所以我要拿出来拿不出来 超越什么方法呢 他告诉你 第一个你已经赚钱赚那么多了 你可能要拿一些分红金给我们 然后一定要保证金一定要退出来了嘛 你拿一些保证金 或是交一些什么利息 或一些什么所得税啊被扣税什么东西 他就利用这些方法 叫你再投入你最后的钱进去 因为他是利用人的弱点 所以前面给你看到的都是他造假的数字 一旦你真的动心想要拿的时候 一大堆的关卡出来了 对对对 你要掏你自己的钱出来给他 他才让你拿到 所以父亲后来是不是想跟他拿钱 我在学校然后接到爸爸的电话 他就说他就是汇了三万块给我 然后让我可以活到今年的九月 然后之后在逼问之下他才 他才就是慢慢讲出来 被掏空了多少钱 个人积蓄的话是一千两百万 他因为躲在键盘后面 他也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影响 他不管你他就是把你扒光 把你的钱从变了 能变多少是多少 他一点灵敏心都没有 如果揭露了这边他们诈骗集团 到底是怎么样控制这些人 叫他们去做这些 这么恶劣的诈骗行为 那只要越来越少人不愿意投入 或不想投入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机会 让他们这一端的被害人可以减少呢 父亲后来是不是想跟他拿钱 本是是那个诈骗集团 他已经让父亲的钱都掏空了之后 还想要就是让他去跟民间贷款借贷 父亲被掏空了多少钱 个人积蓄的话是一千两百万 他每次的金额那一次他会出去一笔一笔都多大 几百万几百万 一次大概三四百万 哇难道的银行的零贵没有办法帮他提醒吗 银行零贵的时候他会问他你要做什么 他说没有我就是要去买一些土地啦 我做一些什么买卖啦 那是诈骗集团教你父亲讲的吗 诈骗集团是教我父亲讲说要买卖洋酒跟鱼货 所以他们也想到了 然后钱都光了 接下来集团要干嘛 就是威胁他要去跟就是民间贷款借钱 立下钱庄 然后呢他们的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我父亲他有抽中新股 然后如果他不他不投入那个钱去领那个新股的话 就会就要告他让他有刑事的责任这样 那父亲当然怕了 他们就是跟那个就直接跟民间借贷公司 就约一个贷书出来 然后直接在地震事务所跟他对保 然后就这样拿房子抵押去借钱 这个民间借贷公司也是他们的同伴吗 这个他们会跟你教育说 我这个你不要被诈骗哦 其实这个是蛮钱 因为我们这部分都要厘情 因为这最后要从法官那边来定罪 到底是判断 他是不是真正的诈骗集团成员 但是多半看起来是有串通嘛 但是他要看他证据 他说没有啊 我就一开始就有跟你做一个反诈骗的宣导 你这个不要被骗哦 有人用这种手法叫你房子拿抵押 把你借出来钱又拿进去 你不要被骗哦 但是一般来讲这种已经认为说 我已经胜券在握的人 我怎么会相信你讲的话 所以 第一个他的父亲被歹徒指示要去 当他的房子做贷款 理由是怕他自己被告 但是当那个贷书的地方 当然有可能他有涉嫌 有可能是也是完全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但是很特别的是 他有向您的父亲有做一个宣导说 这个不是诈骗 而且是不是还有录影存证是不是 还有还有前一份就是同意书 同意说这笔钱不是会被拿去诈骗的钱 所以他反而对你父亲做了一个法律教育 还帮他做一个反诈骗的宣导 然后录影就是存证说他们有帮他做反诈骗宣导 所以我跟你讲过了 同意书 你都同意了 对 不是我的事了 你都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 他自己逃避法律责任嘛 嗯 第二个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我让你取得相信 说你那个不是被骗的 你看我连都 我都会跟你讲 你要在抵押贷款 我都告诉你不要不要被骗哦 哇 只能这样子啊 你把房子贷了 贷了多少钱 500万 又500万 又回到他们的地方去了 对 然后中间还有一部分被抽 抽那个佣金 就是就是诈骗集团介绍我们去跟民间借贷 中间那个介绍人 他又抽50万的佣金 嗯 所以他最后的总金额是 接近1700万这样 这时候你们才知道吗 这时候就是 就是主要是有一天 我在学校然后接到爸爸的电话 他就说他就是贿了3万块给我 然后让我可以活到今年的9月 可以活到 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突然用这种语气讲话这样子 然后之后在逼问之下他才 他才就是慢慢讲出来 哇 嗯 然后就马上打165专线 嗯 那165专线现在都会直接联络到地方警局 就直接帮我们报案 这样 我们就到警局现场说明 然后警察在跟我一起说服爸爸说他真的是被诈骗了 这样 然后 然后 这事后有任何的能够追回来什么吗 就是就可能要看后续就是警方检方就是有查到车手或是人头账户的人然后之后要上就是走法律程序这样但是通常他们都会脱产所以最后应该也是追不回来 这件案子的发生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嗯 那你现在等于是家产都没了 嗯 对 这些人没有感情他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痛苦他因为躲在键盘后面他也不知道你会会有什么影响他不管你他就是把你扒光把你的前头变了能变多少是多少他一点灵敏心都没有这是最可怕的事 你看他们自己他家里还有不只他一个小孩他们反正念书一切都正常的一个生活现在碰到这种事情而且这么快的事情而且父亲只是想要来改善一个生活 是并不是要贪图什么巨大的东西啊 所以所以就是说是确实是这样其实你被骗你也不用说担心你不报案或是担心人家对你不谅解其实这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他会利用人性的 我看利用人性的可能是你想要赚钱你也有恐惧感你对未来不知道那他利用这种心态他就不断的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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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呢就是把你骗了但是这个跟你出名财政没有关系跟你的感情绝对有关系嗯但是我们不要用感情用事我们也要要理智一点哦但是你被骗的时候你知道一开始被骗一点点点有问题打165这个就对了嗯因为165他们接受的案子太多了平行在一天一天大概一个人都要 那些一天通以上的电话所以他们的案例很多他你只要讲头他就知道尾巴了怎么已经听了案子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刚刚被讲说因为这些真正实施诈骗的这个人其实都是没有看到被害人的那我就会去反思说我们这次采访到的这些很多的所谓的我的被害人其实就是他们的加害人那这个加害人当中呢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没有感情但他们只在乎他们自己他就只在乎我今天业绩要达标要不然我可能的下场就是要去操场跑步然后要那个福利挺身 或者是被关在小房间里面所以我觉得这这个就是两极化的东西如果我们这边的人越来越少的人因为如果揭露了这边他们诈骗集团到底是怎么样控制这些人叫他们去做这些这么恶劣的诈骗行为那只要越来越少人不愿意投入或不想投入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机会让他们这一端的被害人可以减少呢嗯对啊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当然是有感情啊因为他们会说我想要看到家人啊然后我怕被打呀然后我是为了赚钱啊 但是他们就只有想到他们自己啊对啊嗯军长说从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我们民众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受害案件就在我们的眼前这类的事情是不是几乎可能也许此刻还在发生这是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一直在减少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个成立一个金融资料这个追查或是资料调阅小组 这个小组的话就是专门在你刚开始你可能刚进来一开始还没被受害很多的时候我们警察在针对这个部分在阻止你但目前这个资料看起来就是还有三四千到五千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把这资料发出去大概大概有六成的人被警察找到以后他会承认说他被骗了然后会报案但是还有大概两成到三成的人他们认为说你不要管我这是我自己的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放弃他我们还继续的就要问他 就是警察在当地警察会不断的欠逐他不要再继续被骗这类案件对你们来讲的话最大的侦办的困难是什么因为他网路又是无缘活解我们现在连因为你要用这VPN很简单但是你要追查他很难那又刚好有扩进的或跨国的这些议题所以会增加我们很多困扰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对犯罪的追查的这个能力程度不同或他们对这个犯罪的认知不同增加我们很多困难因为我们 我们跟那个国家不熟我们跟他调资料或寻求他的这个司法互助有时候并没有办法所以你们也是大概尽可能在做提高可能受害者的警觉是你们看到这些就是假冒名人啦你明明看起来这是假就是在骗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警察也发动很多人去看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叫做Meta啦Google这些公司他会帮我们下架大概下架七八千折动广告都拉下来所以我们事实上是 尽所有的能力去防堵啦但是因为因为有些人他自己有这个投资知识啊他认为说你警察还不一定知道比我懂啊你也不得干涉到每个人的自己的决定去对啊啊所以我就我们只能尽所有的力量去防堵警察能做的力量通通的发挥但是你只要有点怀疑你就打165然后你所有的问题你要对他叫加入什么社团那个你进去以后你如果是加入社团你就自己退出就不要就不要再继续了因为那东西里面的人可能有 可能这个群组有100人但是这里面真正配爱的人有三个其他都是那一两个人在幕后在操纵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让我的爸爸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就是就是跟其他人透露是他们诈骗集团一开始有跟他就是签一个保密条款因为台湾的这个车手啊水房啊基本上原则都还是在台湾这是警方现在比较能着力的地方 那可能源头的部分因为他都变成跨境了嘛变成是警方现在很难追查的一点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我们进媒体的责任我们去跨境我们到国外去看看他们现在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有时候他们的平台会被警方查获然后关闭那那个诈骗集团他当时就是说他们是被同业攻击所以他们网页才会被关闭如果发现说这么借口特别多或是有很多理由的话 就要提高警觉 就要提高警觉 我的爸爸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就是就是跟跟其他人透露是他们诈骗集团一开始有跟他就是签一个保密条款 保密条款 所以就是民众听到这种很奇怪的保密条款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 那这个部分都蛮重要的 他们还真的周全喔 什么好像那个那个法律字眼都用的似乎很专业 就用这种方式来让受害者心生畏惧 然后又觉得对方好像真的是一个很专业团体 然后什么手续都弄得很很 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教导我们民众去 不要再重复像您父亲一样这个这个这么惨痛的这个经验 也有其他很很奇怪的地方我觉得是可能会让 民众在这过程中有所警惕的就是 有时候他们的平台会被警方查获然后关闭 那那个照片集团他当时就是说他们是被同业攻击 所以他们网页才会被关闭 然后他就让就是再办一个新的网页或新的APP 让那个被害人加入 如果发现说怎么借口特别多或是有很多理由的话 就要提高警觉 他讲说在他父亲受骗的过程几乎没有人真人的跟他父亲有同化 都是有透过文字 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就是这种数位社会 你我最看到的资讯来源都是这种透过不同的网站简讯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那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 这个东西不要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 但只要你有问题 因为你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检举人 你可以把也可以拿这个东西来检举 说我收到这个讯息 那你收到这个路 更多人更勇敢的 不是只是说我不理他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再丢给警察 给165 165再汇整起来 因为我们打的是整个大资料库的资料的作战 所以我们相信你只要把资料提供给我们 你把反诈当作你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把你的这个拿到资讯呢 你跟警察来合作 就是你同时可能是生活在这边 可能是诈骗者对你的一个诱饵 你也可能是反他的一个兼兵 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是在跟诈骗 就是这个生活在对抗的时候呢 也希望跟警察更多的连结跟这个信任 那你能提供我们观众在反诈骗的这个全面宣导之下 有没有什么红灯亮起什么黄灯的时候 你应该有所警觉 因为既然生活上免不了 那是不是所有跟你的简讯联络的这种都不要相信 就是如果你不认识的人啊 就是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现在有网络很多 比如说他也会假冒 这样催碎的啦 缴那个什么燃料费的这些东西 但是以后 以后在官方只有可能三个字 111 111发出来就是我官方发给你的 叫你去做这个东西 去交这个钱 这可能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但是其他的电话号码 很多那个乱七八糟的电话 我怀疑将来111也有可能有人 因为那个东西是电信公司 电信公司去给你的 就像我165一样 我165是不可能人家也假冒的 然后呢就是说所有在这种过程当中 只要提醒你出现所谓保证赚钱什么 你也绝对别相信 那绝对就是诈骗 那个就绝对诈骗 因为这个高风高获利 就是高风险 绝对是有风险 不可能说你只有享受那个 局长像你现在做这个工作 你对这些诈骗集团 你身无痛觉到什么地步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 我们要处置了后快嘛 当然就是我认为 因为我能够我要来这个位置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所以我现在是整合所有的力量 包括我们刑事局一千多人的力量 包括我们所有的刑事力量 刑事警察力量 包括我们全国八万人的这个力量 那甚至于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只有这个东西 我们有行政院指导之后 我们可以扩展到 跟其他金管局 银行 还有这个电信业者很多的 这个这个速发部 所有的有关的人我们就整合起来 那当然就是 我们一定要让他能够停下来 不要再继续用这种东西再危害人 你看被害人这是很可怜的 他们事实上 其实我本来就知道这些东西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是有自杀的什么 那这个很多了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 把这个诈骗集团就是打爬 然后把他们抓到这样子 所以我也分 现在我们分开很多阶段 我不是只有针对你 因为我知道说你们有时候 是跟黑道集团挂钩的 我就打黑扫黑都是同一个同一个步骤 那我知道你们可以跟银行 跟银行的行员挂钩 我也从这部分也有查 然后你们可以跟高科技人才挂钩 我就从那个你投放的广告去查 警方的信心有多少 我们对这些信心当然是有百分之百 没有问题 我们绝对会尽我们的全力 特别是在经过整合 跟不管是我们现在因为国家队 很多人就是认为说可能是没有效 但事实上 因为他会有他的效果发生 而且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的行政院的中央 这个罗中委员罗秉承他很用心 他每次会开会 然后整合所有的单位的意见 跟我们发现的问题 然后整合起来再重新满绝对 刚刚李小姐她也提醒了一点就是 就是案件虽然最后阻止住了 当然损失已经发生了 但对于这个案件的后续的追捕 以及让这些能够绳治以法的快速 能够看到执法的效果 虽然也是很大的挑战困难吧 当然是 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做到做好 对 从你们媒体角度 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 不管未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身为媒体 还是要尽到我们媒体的社会责任 就像我们这次就是想要从源头 我们去揭发源头的状况 因为台湾的这个车手啊水房啊 基本上原则都还是在台湾 这是警方现在比较能着力的地方 那可能源头的部分 因为它都变成跨境了嘛 变成是警方现在很难追查的一点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我们进媒体的责任 我们去跨境 我们到国外去看看 他们现在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个除了要给国人借境之外呢 也可以提供我们警方单位的一些参考 那我相信呢 只要刚刚局长讲的 全民都有这个防炸的意思 或者是都配合政府打炸 那媒体也散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这个诈骗的议题 应该是有办法逐渐好转的 而且林小姐今天到这边来 也许他最大的应该的一个 期待应该就是透过你的故事 虽然你们家庭的损失 不是那么样能够挽回的 那么快速挽回 但是如果能够防止千万个家庭 都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危剧 那我觉得是最值得的事吧 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的观众 投资的话量力而为 然后不要去跟 就是不要 不要反而是用借贷的方式去投资吧 那那些想要照顾家庭的爸爸们 你有什么话跟他们讲呢 就是平常日常的陪伴 或者是说就是 就是一般物资的供应 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局长今天你告诉我们 最后有没有给大家诈骗 大概我觉得跟病毒一样的 是 他还活在那边 一直在变形 因为是也是疫情之后 但是我要这么说 我们这个防诈的这个意识 跟新型的诈骗的手法 一直不断的在进步 所以我希望说 你只要看到这种防诈的新闻 多看 当然也藉由这个我们大云食堂 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然后跟大家 就是知道这个诈骗的细节 因为我们这个林小姐 她把细节讲得很清楚 那你这样的细节你就知道 我已经被骗了 所以你要不断的接受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她讲的话 这么多细节 你可能也不会了解说 他们的做法有这么细腻 最重要的可能 还是在我们所有自己 要来有这种的总部命所讲的 提高自己的意识 然后随时跟你们来求证 对 拜托 大家就这样做 然后林传媒 还要不要再排队伍到东南亚去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应该会再去试看看 嗯 但希望报导的最后的结果是 台湾的成为在反诈成绩最好的国家 对 既然诈骗是台湾带出去的 我们就有责任把它收回来 谢谢两位 尤其林小姐 到我们节目来 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也希望爸爸这个将来的 你们的生活还是很稳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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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